不过夜晨是个例外 他的妖力都不是修炼得来的 而且来自于天妖血脉与玄妖精血 这两种血脉都是无比强大 凌驾于诸天万界巅峰的恐怖存在 因此这两种血脉带来的妖力 质量亦是精纯到了极点 不过夜晨却无法将妖力与灵力混合使用 一时间他的双目不由的神光闪烁 为什么玄灵之力如此强大呢 正是因为这玄灵之力质量极高 如果他能够将妖力与灵力熔炼为一体 某种程度上而言 其所拥有的能量便会更加接近玄灵之力 那么他的实力亦将暴涨 只是夜晨很清楚 如此逆天的法门想要炼成绝非意识 以此真的能战胜周天青吗 仿佛看出了夜晨的想法 妖皇太医沉声道 小子 短时间内 你想要将这三元太医功修炼至大成是不可能的 你要做的就是在周天青进入墓宫之前 将这三元太医功修炼至入门境界 使你的灵力与妖力能够初步融合 夜晨皱眉道 仅仅是初步融合 岂能击败周天青 妖皇太医笑道 小子 你不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周天青吧 夜晨文言神色一动道 妖皇的意思是 妖皇太医道 刚才 本皇说过 你并不能发挥出本皇真正的力量 主要原因便是你体内的妖力与灵力无法融合 身体本能就排斥本皇给予你的能量 若是想要让你的妖力和灵力能够初步融合 首先便是要通过这三元太医功 使你的身躯能够适应这种混合能量 如此一来 由本皇相助 你面对周天青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这就是本皇所说的第二种方法 好了小子 全力参悟吧 本皇尽量为你多争取一些时间 夜晨文言神色一震 点了点头道 多谢妖皇 话音一落 便盘坐在那十柱之前 将全副心神都集中在参悟这三元太医功之上 很快便进入了物我两望的境界 与此同时 无极目光之外 周天青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在深谷入口处布下了一座大阵 这大阵一成尚未催动 整个上古战场似乎都要为之而颤抖 无尽法则在这大阵周围凝聚 周天青冷笑道 妖皇太医 我倒要看看 光是这无极天宫残存的威能 你能挡住本尊多久 周天青周身煞气一盛 涌入那大阵之中 阵内瞬间爆发出一道赤红光芒 红光缭绕间 化为了一只赤红色魔爪 朝着那山谷入口处狠狠抓去 轰隆一声巨响 那魔爪与那山谷入口处的白色光幕 轰然相撞 魔爪之上腾起了一道赤红色魔艳 熊熊地燃烧着 隐隐有了将那白色光幕融化的趋势 无极目光之中 妖皇太医见夜晨 进入了参悟状态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沉宁之色 他低喝一声 体内能量狂涌而出 灌注入了身下的无极目光之内 山谷出原本在魔艳焚烧下 有些颤抖的白色光幕 瞬间凝湿起来 周天青见状冷哼一声 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 此时夜晨却是进入了一种 玄而又玄的状态 他跟随着三元太医工 运转着体内灵力与妖力 这两种力量 仿佛是水与火互不相容 同时运转两种能量的感觉 就像是两支军队 在夜晨的经脉 丹田之中打战一般 即便以夜晨的体质 其经脉与丹田之中 意识瞬间便出现了 无数裂痕 浑身鲜血淋漓 气息都有些不稳了起来 也就是夜晨了 换作一个普通妖族 即便身具两种 或是更多能量 恐怕也会因为受伤过重 而无法继续修炼 而夜晨则是硬生生地 靠着那恐怖的生命力 撑下来了 不过夜晨的心中 却是凝重无比 若是想要将这三元太医工 入门 至少也要将此功法 能完整地运转一遍 但如今的夜晨 不过是运转了百分之五左右 就已经是这样了 想想将之运转到百分之百之十 会是什么一种状况 连夜晨心中都是补油的 有些忐忑了起来 但是很快 夜晨便惊喜地发现 随着躯体的不断破碎和重俗 其体质也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竟是隐隐让他拥有 某种镇压两股能量的能力 这似乎和太上天魔体有些关系 难道太上天魔体 对着三元太医工也有奇效吗 妖皇太医凝视着夜晨 眼中浮现一抹惊喜之色 其实他没有告诉夜晨 想要在周天青 攻入无极目宫之前 令身体能够真正承受 两种灵力的融合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现在看来夜晨有希望 三天之后 此刻夜晨整个身躯 已经被血污所覆盖 但同时 一种极为玄妙的意韵 从集体内散发而出 妖皇太医看着夜晨 目光越来越亮 短短三天 夜晨便几乎要能够 将完整的三元太医工 运转一遍了 若是成功做到 虽然距离大城还差得很远 但也算得上是入门了 如此一来 夜晨才能够真正地承受他的力量 可此时妖皇太医的面上 却是没有丝毫喜色 整座无极目光之中 如今已经化为了一片赤红之色 空气中 弥漫着极为炽热的气息 阵阵轰鸣之声 不断从深谷之外传来 即便是这曾经统帅一族的沉稳男子 也不由得有些焦急起来 他知道 无极目光就要支撑不住了 毕竟目光只残存着些许危能而已 这三天来 周天青靠着阵法不断攻击 已经让无极目光到达了极限 可夜晨到现在还没有苏醒啊 就在这时 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目光都是一阵剧烈阵产 腰晃台一面色一变 骨口的臂障已经破碎 身骨之外 周天青发出一声吏喝 操纵魔爪 裹挟着滚滚烈焰 对着遍布裂痕的白色光幕 轰击而下 本已经摇摇欲坠的光幕 终于化为了虚无 周天青见状 神色瞬间争宁了起来 发出一声大笑 便身形一闪 冲入了深谷之中 而此刻夜晨正处于 一种奇妙的状态之中 他的意识 悬浮在一片虚空上方 俯视着身下两条大河 这两条大河 一红一蓝 红色的 水势凶猛 红桃万丈 极为狂暴 仿佛要将世间一切 都淹没泯灭 而蓝色的 则灵巧细腻 变化万端 似乎能够融入 天地间的一切河道 溪流 此刻这两条大河 正在互相冲击着 仿佛都想要吞噬对方 夜晨目光不断地闪烁着 脑海之中 隐隐有了一种明雾 他突然对着两条大河 伸出手 手掌中心 浮现一枚符文 这符文光芒闪烁 一种玄妙波动 散发而出 这波动之中 这两条正在互相攻伐的大河 似乎有了某种感应一般 骤然一顿 夜晨面上浮现一抹喜色 可这喜色很快便消散了 那两条大河 在片刻的沉寂之后 瞬间爆发 愈发狂暴起来 仿佛在挣扎 不愿受到夜晨的控制 夜晨面线吃力之色 整个身躯 都在这两股力量挣扎之时 涌动的距离之中 疯狂颤抖 仿佛肉身都要在这力量之中 被碾碎 被挤爆一般 但其眼中意识 浮现一抹狠觉之色 不仅没有任何收敛 反而嘶吼一声 手心之中的符文 光芒愈发明亮 无极目光之中 周天青几乎是 瞬息间就来到了宫殿之前 他看着似乎正在修炼之中的夜晨 瞳孔微缩 随即看向正挡在夜晨身前的 腰黄太医 面线一抹讥讽之色 周天青冷冷地开口道 太医 这么多年过去了 赢的终究是我 七周身煞气翻涌 目光瞬间锁定夜晨 嘴角扬起一抹残忍笑容道 你是想靠着小子翻盘吧 如果我将他杀了的话 你还有什么与我抗衡的手段吗 话音一落 周天青猛地对着夜晨一拳轰出 拳出震随 倒运激荡 到了周天青这个境界 可谓说举手投足 都是无上法则 虽然其现在实力大将 但这一击依然极为恐怖 别说夜晨现在正在参悟之中 就是其全胜状态 也只能在这一击之下化为虚物 那拳阵以极其惊悚的速度 瞬间出现在夜晨身前 就在那拳印 即将触碰到夜晨身躯的刹那 一道白光骤然爆发 腰黄太医面色沉宁 挡在了夜晨身前 全力出手 轰弄一声巨响 那拳印破碎 但腰黄太医 同样面色微变 连退竖步 连身躯看起来 都更加虚幻了一分 显然 光是挡下周天青这随手一击 他便已经极为吃力 看到腰黄太医 如此不堪的模样 周天青忍不住 哈哈大笑了起来 太医 你确定要替这小子抵挡吗 也许在我将其杀死之前 你就已经魂飞魄散了吧 话音一落 周天青接连出手 一时间全阵掌阵 在这宫殿之中翻飞 强大的力量 在空间内汹涌着 这至宝无极木工的地面 墙壁之上 都是在这力量之中 浮现了道道缝隙 仿佛整座木工 都要在那恐怖的力量中 坍塌一般 太医健壮眉头紧皱 看着那种攻击就要落下时 他的眼中浮现无比落寞的神色 轻叹一声道 老伙计们 看来本皇 还是要打搅你们安息了 话音一落 那木工之中的无数墓碑 骤然绽放出极为刺目的白光 下一刻 一道道妖族强者的身影 出现在了墓碑上方 要不要打搅招呼 都要打搅招呼 只要打搅招呼 都要打搅招呼